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Beyond QL这个频道的 几个月之前,我就找了Douglas上来,就说过当时加拿大买车真的很困难的 那些故事就是要下定,然后等成年,成年又没车,大家都很惨这样 那今天就找他上来就说,其实已经过了几个月了,情况是不是很转呢? 我听到某些故事就很转了很多的,特别是Tesla Tesla的朋友就是说,你现在走进去,基本上你就算买Model 3,买Model Y 一两个月都能出车的了,那其实是不是只是Tesla那么特别呢? 还是其他车厂都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呢? 车的车车是不是有好转?答案是是的 我相信无论什么车厂,现在的存货一定比一年成多 多多少呢?又不会去到多到Pandemic之前的情况的 一年前你可能去到一个车行,那他可能是完全没有车 他可能整个parking lot只有三、四部,十部车 那现在你可能去到某些车行里面,他可能会有十至三十部左右 给你选择,也不是很多的,有些车厂就会多些 比如刚才你提到Tesla,Tesla基本上就是可能是等一至三个月之内 就是以我所了解的,虽然因为我不是做Tesla的 但是其他的车厂里面,一般来说都会有少量的现货 那跟上一次我说的一样就是,其实Infinity有三种的 一种就叫现货,就是在我的parking lot随时卖就可以了 一种就叫Incoming,就是生产中,或者是生产运输途中的 那第三种就叫Factual Order,就是未开始生产,那你客人想要什么的 就下一个order,去build一架车 那但是因为多了现货,多了Incoming的货 那变成了客人未必需要去选Factual Order 那未必再听到那么多,等八个月,一年 你可能在说都是找到一部现货,或者等两三个月 那就可能会有 那Degress,你说车现在现货多了 比去年一年前肯定,就是parking lot也多了 但是如果真是看看加拿大第一季,即是一至三月 总共卖出了多少车,其实又不是增加了那么多 虽然那个supply多了,那大家看这个图,基本上 今年第一季,全加拿大就卖了大约三十四万五千架车 那对比去年呢,就大约升了五个percent左右 那这个就是那个整体的情况 那如果我再对比pandemic之前,就是譬如 一八年的第一季,或者一九年的第一季呢 大约就跌了二十个percent那么上下 这个整体全加拿大的数字 那第一样东西呢,我也想问问Douglas 那你现在去年,个个没有车出来抢车 那现在有车,没理由增加得那么少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又不会增长不是那么多呢? 那首先我们看到那个数字呢 就是一个大约五点二的percent的increase 那其实有很多因素的 譬如,首先回到刚才那个货源的问题 那在我的感觉上,大约来说 现在那个存货是比一年前是好了 三十个percent,五十个percent左右 那但是仍然距离我们全盛时期 2018年19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距离 就是以前来说,一个车行 Easley有100、200部车 或者大一点的车行 可能有更多车 那今时今日可能的现货是 就是在一个physical parking lot 可能是三四十部车 我们仍然是在大约是以前的 三十至五十个percent左右的Voilum 就是有车的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影响那个销售 number有很多因素 除了货源之外 价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因为随着今年比上年来说 利息其实高了很多 譬如你很简单 一架三四万块的车 你以前的lease payment 如果我们使用lease 那个lease payment 容易是多了 可能比以前上一部 贵了150至200块 那么如果一部再贵多一点的 譬如我说 一架六万至800块的车 你可能会看到 那个lease payment 高三百块 四百块 甚至乎再贵的车 五百块 六百块都有 那么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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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销售的一个提升就未去到那麽高 嗯嗯 那人的车厂呢 我们再看一看 那我发觉有些车厂其实那个 variation 都很大的 就是比如你看一下这个 table 譬如Pondar 今年第一季对比去年第一季跌了20% 那么Toyota就好一点 不过都是增加了5% 跟大数差不多 那譬如Nissan 你以前那家做开车行 其实都是跌了的 不过你现在做的新车行Vovo就做得不错了 升了十几% 那其实你看到那些数字 其实你又怎样解读呢 其实这些数字上上落落是很平常的 就是如果你看回以前的数据 就是我们撇除这个pandemic 撇除我们这个零件的短缺的问题 其实你看看以前2019、2018、2017 每个季度你都会看到不同的厂有上上落落的 那很正常的 为什麽呢 不同的厂有新的产品出来 有新的promotion 那这个季度里面可能Vovo会做得好一点 这个Quarter Toyota可能做得好一点 但是Honda又可能没有什么生产品 又或者是promotion不一样 那变了这个Quarter可能得了 下个Quarter可能有新产品出的时候 它的销售量就高了 那其实这些是种种很多因素的 那通常如果你想看整个行业呢 我们就看整个Quarter买多少车 所以你一开始问的时候 那个大数其实是差不多了 但是每个品牌的上落 其实有上有落是很正常的 好 那现在再问多一点 那现在其实存货多了 那最高仍然是高供应 但是供应都是很低的 是哪种车呢 通常比较高端小小的科技的车 都是比较缺货的 比如电动车 特别是pubton hybrid 一般来说那些车都是比较小车 而且要等久的 那一般来说 所以你说多了车来说 现在多车是普通一些的车 会容易找一些 但是譬如你去到一些高端小小的车 用多很多高端科技的 都是通常来说 仍然是很短缺的 嗯 那就是说 普通如果你买的车 是用传统车 用汽油的那些 其实现在相对的没有那么难找 可以这么说 如果不是太高端的车 因为有时候车里面 也有很多高端的感觉 很多防撞设备 某一些系统 有时候触摄影 有很多不同的 都会受影响的 嗯 那刚才你说的 那些车贵了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 是不合理的 就是同一个型号 我选一架普通的 传统Combustion Engine的车 和选一架Plug-in Hybrid 或者EV 可以是欠万多 甚至两万元都可以的 那我就觉得有少少奇怪 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贵 都这么多人去买呢 还有你觉得值不值呢 那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 你问不同的人 你问十个不同的人 可能有十个不同的答案 就算是行内里面 但是其实每一个客人 都有自己的价值系统 那基本上是说 我多花了这么多钱 那值不值呢 我欠不欠钱 还有环保 那有些客人是很介意环保的 嗯 那当然也有另一个讨论 究竟 电动车 Hyper车 是不是真的环保 那也是一个很长的讨论 当车造成了之后 是环保的 嗯 有另一个讨论 就是说 但你生产的过程中 不是很环保的 那 都最简单的问题 当然我知道 有些人喜欢环保 有些人 每个人 心目的价值观都不同的 等于你买件衣服 是不是有些人买贵衣 你买平衣 这个明白 但是最简单 就是 一万多元 怎么省得到油 这个如果从一个 省钱的角度来说 其实会不会这是骗人的骗局呢 一般来说的 电动车 电费大约是你汽油车的 1%至1% 而现在的standard 那这个数字就比较容易简单了 譬如你一个月入300元有钱的 那你可能在说我的电费 是30-50元左右 那我都会省200多元 那还有你会省上保持 嗯 譬如你平时换机油 换什么 那些都是钱 那很简单 我现在还找一个品牌 它要出的电车 它是每两年 或者每3万2公里 才要做一个保持服务 那就是说简单来说 如果 欠一万多元就算了 那就是说 其实 减了保持 就是如果纯电车来说 减了保持 减了保持 你应该可能在 三四五年里面一定可以回本 你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或者反过来 我经常看法就是 如果我这款车 是要700元一个月的 OK 而我现在去这款车 一模一样的电动车 嗯 是1000元一个月 嗯 那每个月的差别是300元 那如果你觉得 我这300元里面是能够 就省得一个有钱 那我就会坏了 那这个纯粹用经济的角度去看 那你就拒绝了 在电动车里面 刚才所说的 那个效果会好一些 会静一些 那 那 另一种生活风格 那 有些人 差不多 或者是 就算差一点点 不能够的 但是我驾驶的电动车 我喜欢 嗯 没问题 我给了50 100元一个月 没问题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 那有些人像我这样 啊 家里只有车 那有时候要去一下 long trip 那我不想那么麻烦 就是现在你市面上 一般的电动车 就算你long range都好 譬如你Tesla 那样 都是行到500多 那我听到朋友说 就是如果你冬天 可能 可能 得回那七成多八成 那就是其实你 400左右 你就已经很害怕了 就是不要说 long trip 那你可能 那你可能 由多伦多 银到去 London 那你一程都是 两个钟头 松一点 那虽然你得400的话 基本上 即日来回都做不到 那真的很烦 那我就说 喂 可不可以等下 等技术 可能将来走到 1000 或者1000多 差的时候快些 那其实由现在 到我想象那种的日子 其实差多远呢 那说吧 其实 问题在哪里呢 为什么现在做不到呢 问题在电子 OK 以现在Turin的科技 Livian Iron Battery 基本上 以科技 已经去到顶了 那 我可以加大一点 电池 再大一点 就可以了 你现在的电池 持500 我多加一块上去 那就变1000 那也不行吗 理论上是可以 但是实际上有两个问题的 第一 那些电池很重的 OK 那 那操控很多里面呢 就有很多安全的考虑的 譬如你撞车的时候 同样是 大家在银100公里 你的车突然重了很多 二三八磅的 那你的影响就会厉害很多的了 嗯 变成在你的车测试里面 有很多安全的考虑 第二样东西 就是说 充电时间 比如今时一般的客人 在家里都是用一个 level 2 就是240W的车测试 一般的车测试是 如果是240W的 是说可能是 由0至100 可能是说 8至12小时 或者14小时 我double了个车测试 我给你了 我给你行1000公里 但是你要用16个小时 才充得满 那是没有作用的 因为你不会等16个小时 不出街 去充满 或者充满了一次之后 我下次又要等16个小时 是不充电的 那什么是充电的呢 我们大家都在等下一个 battery 科技里面的 major breakthrough 最常 大家在行内里面 期待的是 solid state battery solid state battery 里面 它能够做到更强的density 同一个battery 变了它可以 走远一点 和solid state battery 能够更快的charging time 当它能够 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产的时候 我们有机会见到 我可能只是用5分钟 maximum 10分钟 就充满车了 那同时间 in between 现在大陆 因为大陆 在电池的科技是 是走得很远的 OK 那么 他们现在开始 在说用sodium battery 会比lifium battery好 lifium ion battery好 但是 现在也是一个 刚刚在说的 那 究竟会不会发展得好 我暂时回答不了你 嗯 好 今天就谢谢Dugger 说了很多电动车 那就是说 其实如果我敢 那至少 就是 看穿秋水 看到长颈鹿 都可能未必等到的了 就是 至少要 买了一个in between 买了一部车 才能等到那个 我觉得 一个major break through 这个是个人见解的 会有人不同意的 所以 我自己个人见解 这个major break through 我说的是 五至八年 就是我会觉得 五年是有机会 去见到一个major break through 去到 Mars production 会不会Elon Musk说三年可以 哈? Elon Musk Elon Musk Elon Musk 永远都说快 Elon Musk 他都说 电动机械人 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 Elon Musk 他其实通常这些都对的 就是他的 vision 很多都是实现的 但是 time line 从来都不是他的 那个 好 谢谢 明白明白 谢谢Douglas 我说了很多有用的资料 因为我不聊天 不知道原来Douglas 是这么喜欢电动车的 下次有机会再上来聊天 好吗?Douglas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